大家好,這次我做了懸雅園的糧房單位 其實懸雅園有三種的糧房單位 這個是其中一種 還有另外一種 最後就是這一種 究竟這三種單位有什麼分別 我將它明明做Type A Type B Type C 最大分別就是客房的位置 以及客房的面積 首先我明明做Type A的單位 客房應該是最小的 以及最接近大門口那邊 接著就是Type B的單位 Type B的客房比較大 以及它會比較接近窗口那邊 最後Type C的單位 客房的面積也比較大 其實跟Type B一樣 但是它的位置就比較接近大門口那邊 首先就試一下比較客房 首先就是我試做Type A 就是比較小的客房 試一下不同的擺法有什麼分別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傢伙的尺寸 就是在這個左上角 它們都很一致 大家可以容易比較 上面這一排就是Type B Type C的客房 試一下不同的擺法 擺雙人床和單人床的分別 我們一起看看3D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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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大家有一個想法 大概這間房間可以放到幾多件的傢俱 我嘗試比較一下這三種的兩房單位 如果它在主人房的門口的位置 或者接近的窗口會有什麼分別 首先看看Type A的分別 當然有一張雙人床 裡面就有一些大衣櫃 近窗口這個位置放到半截櫃 那廳方面呢 外面有些電視機和電視櫃 因為都是無二體關係 電視櫃都是下面的櫃 如果大家需要 需要多些儲物空間 就可以買一些高身的電視櫃 那旁邊就有一些高身櫃 或者是一些書櫃 因為都是無二體關係 是沒有門的 大家如果覺得需要防塵 可以買一些適合自己的高身櫃 那廳中間就放了一張三座位 它都很好 可以對著電視機 那梳化兩邊就放了一個半截櫃 另外一邊放了一座鋼琴 那鋼琴呢 只是代表一些 就是大家多個空間 可以放一些其他東西 大家不要鋼琴 可以隨便放任何東西都可以 至於近門口的位置 這邊就放了一張四人餐桌 就連四個位置 其實可以再放一個位置都可以 那客房呢 我就沒有再放東西了 大家根據剛才的比較測試 然後再去想一下 如何放一些傢俱 一起看看 這個客房最小的 這一個 總單位的3D 效果 其實這個門口旁邊的高身這個櫃 可能跟餐桌之間的通道位置 有些合責 大家當然自己要考慮清楚 讀清楚 再根據自己的需要和喜好 就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設計 或者想法 然後看看TypeB的兩房單位 都是同樣主人房的門口 都是貼近窗口那邊 這樣的想法 看看 聽到什麼影響 那我在TypeB這個 我就把主人房床的擺放 是另外一個方法 把床頭 貼近窗口 其實床頭可以貼近窗口 其實床頭可以貼近窗口 效果會比較好 因為床兩邊都不會放櫃 應該是 應該是 如果貼近窗口 可以善用到空間 希望可以說得清楚 這個很難 我不知道怎麼說出來 床頭側邊有一個單門的衣櫃 剩下床尾的空間 可以放到兩個半的大衣櫃 很多 當然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 把櫃再拉長 按扁 那廳中間 那廳中間 那張梳化 就要貼近 大衣櫃那邊 少少 那就可以對著電視機 那旁邊這兩個都是高昇櫃 那餐桌呢 就要放在窗口那邊 近窗口那邊 那當然啦 這個 儘量把剛才 就是TypeA的架子 全部 就要搬回到這裏 看看能不能放下 當然 未必是這麼理想 在這裏 這個高昇櫃和餐桌之間 是比較 合責的 那大家當然要想想辦法 或者 我不要這個櫃 都可以 那近大門口那邊 就放了 鋼琴 連上一個 半截櫃 或者鞋櫃 或者大家不要這個鋼琴 可以放其他東西 放上工作桌 任何東西都可以 我們看看TypeB的3D效果 放大一點點 其實最頭痛就是梳化對著電視機 但是呢 通常有些單位 可能 這個 這個 基本要求 都有點難度 要達到這樣的要求 幸好 這個 都可以 最後 就是TypeC 它跟TypeB的客房的面積也是一樣的 位置就是靠近大門口 但是又不是貼近大門口那邊 就是中間一點 就會令到梳化位 又要移過一點點 但是呢 對著這幅牆 如果 房門口是貼近窗口那邊 那這幅牆 那這幅牆 即是電視機可以擺的位置 也有很多選擇 可以走去走去走去 都不太大影響 那這個梳化的兩邊 就有左房級 還有一個半截櫃 門口那裡不夠位置 就放在窗口那裡 但這裏都是阻止 那個 入房的通道 有少許 不過呢 就儘量把所有的傢俱都搬進去 大家自己隨意去修改和加減 那門口那裡就是 餐桌連四座座位 大家都有轉多桌子放 如果覺得更加紅的話 那至於主人房 就試一下放兩張單人床 或者其實可以是一些 樓架床 或者在上面 睡覺下面 是書桌 如果有多小朋友 那些 家庭呢 可能這裏就要 這間房間大 就要放 多些床 正方的位置 又可以放到一個大衣櫃 還有這裏 緊張口貼著一個半截櫃 這就是一個 基本的測試 看看放進去的效果是怎樣 一起看一下3D效果 當大家要選擇兩個單位的時候 都可以比較三種的單位 在不同情況之下 會有些比較不同的效果 或者看看哪種會比較理想 適合你的需要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